当各大机构不断下调香港的经济增长预测 部分估计接近收缩2%之债 财野就预料今年实际增长是介乎收缩1.5%至正0.5% 是否过分乐观呢 当美国利率期货反映今年内有三次减息机会 环球放水预期升温之债 财野就推出定案计划 财野又是否不太明白外围市场发生什么事 从小事的掌握可以略知道对大市的认辩和功力 结论外界自由判断 经历去年的大市 今年的疫情和近年种种 外界关心经济要復原之余 更加在意在保持甚至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地位 奈何云云大计当中只有两行 包括欢面在香港上市ETF市场庄家 发行和熟回的股票买卖印花税 和推出部分税务宽免 令到更多的私募基金在香港注册和营运 每人派一万元有人就会声称成功争取 也都更加多的会反对人人派钱理论 正如学者所说 弱势政府做什么都一样要挨骂 派钱加上其他的缩困措施 下年度赤字预算达到1391亿 占了GDP高达4.8% 未来几年更加相当于只有15个月 回顾多年前先后强调合理储备要相当于12至18个月的政府开支 意味往后储备将会跌至接近下限的底线 回归以来23个财政年度 仅有5个财政年度录得赤字 以金额计 陈茂波司长已经超越了前才野梁錦松的记录 如果陈茂波预测数字准成的话 并且将2019至2020年度计算在内 香港将会连续6个年度有赤字 又假设2024至2025年度 陈茂波仍然在做财野 戒时他就会成为香港特区史上最长的财赤施司长 惠羽和木迪都先后降低了香港的评级 理由都是管治问题 多年来从未就因为财赤问题 动过香港评级 最新预算 会不会触发到另一轮的降级潮呢 一切都视乎外界是否使香港出现结构性赤字 预算案当中有简单交代 未来公共理财或者改革 包括第一 人口老化收入开始减少 第二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建议研究设立全球最低税制 令到香港低税率的政策对国际企业的竞争力会大减 变相暗示企业利得税没有上调空间 第三 企业税很难移动 人口又老化 一次枫面的规模只会减 不会加之余 香港有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和调整税率 有印象的话 IMF在年初评估香港的报告当中有一个段落 也促请政府要留意收入结构问题 更加透露政府可以研究扩阔税基的事 香港就有两成半左右收入是靠埋地的 高地价就等于盈余 低地价或者没有地埋就等于赤字 关博士就说 既然人口老化构成结构财赤风险 是可以研究下包括消费税在内的新税 并且相信税基一阔 高地价政策就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历史就会循环 政府往后怎样增加收入和减少财赤 就要看2002年 重满年代一系列的动作可以参考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